一清单单听着,都有些感动,当时萧敬寒被赶出宜安伯府,定然是十分凄凉,在那个时候遇到了白诚意,白诚意给了他人间的温暖和陪伴。 不过,成义这个孩子,豪爽得有些过头了,见不得别人受罚,自己总是替别人耽过,所以在军中并没有什么大的剑术。 敌国公说了一会儿,咳嗽了一下,一边的下人慌忙断了茶水过来,一清闻到那茶的味道,眉头不自觉地皱了一下。 敌国公喝了两口茶水,整个人看着舒爽多了,这是什么茶啊? 这是玉堂调配的,前两天我有些风寒,喝了之后好多了,人也惊深了。 这么神奇啊,我可是神医,外公病了,也不找我看。 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啊。 不行,我不知道就算了,我现在知道了,再不给外公看看,就是不笑了。 好,好。 一清给他外公把脉,许久才笑起来。 活着没什么事,这茶真神奇。 你若是想要,我给你拿点。 好啊,将军天天疲惫,这茶要是有这么神奇,将军要多喝点。 去,给清儿拿点茶来。 敌国公吩咐一边伺候的人,一清看周围的人都离开了,立马拿出了银针。 你这是做什么? 外公,我现在给你行针,百慧穴应该会疼。 一清说着,直接在敌国公背不下针。 外公,感觉怎么样? 这是怎么回事啊? 外公中毒了。 外公,感觉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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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